今天是尊者達爾喇媽的86歲的生日 我們想說我們在此 可以為尊者做的 就是尊者所他自己需求的 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好了 首先那樣子 我記得我們以前在寺院的話 今天是算一年當中的大節日 大家今天早上會 幫尊者修法 祈求他長壽之後呢 等於說今天就是大節日 大家是放大假的在寺院的時候呢 可是我那時候記得 每一年在寺院的話 我們的大老師就是 他一定會把我們這個班級 或者主要的班級叫回去說 那天要上課 他那時候我們年輕的時候 很多的十六歲 十七歲 很多人都會翹課也有的 或有些人就會那哀聲 意思說怎麼放大假今天 為什麼還要上課呢 今天不是尊者的生日嗎 和我記得 那時候就跟我們開始說 你看看我說 他說尊者的生日的話呢 不應該是要放逸 而是應該想說為善知識 上司可以長久注釋 教法廣宏 除了應該說這些 如果我們是以法以外的東西的話呢 這是怎麼可以讓善知識 長久注釋呢 或者事業廣宏呢 所以你們放逸的話 這個對尊者本身來講的話 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為尊者做最好的事情 是什麼就是 聽聞 思維 羞恥嗎 就位所有人 是 爺 劉 爹 爹 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